首先我们来齐针 把线先这样打一个线圈 然后把钩针穿进来 适当拉小 左手把线搭好 我们开始钩辫子针 钩针绕住线拉过来 这就是一针 这就叫做辫子针 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我们连续勾好五个辫子针就可以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第一个辫子针针牙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 直接再到后面线圈 这样带过来 这样呢 我们就连接成一个环状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一圈 我们先勾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那么这三针呢 算作是一个长针来使用 我们在第三针上面做好标节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长针 我们来看一下长针的勾法 首先呢 我们把线绕在勾针上面 绕线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绕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圆环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拉到和三个辫子针同等的高度 然后呢 我们把前面两个线圈 并针并在一起 然后呢 再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真正的长针 三个辫子针 一个长针 这是一组 然后呢 我们勾两个辫子针 也就是说呢 每两组之间隔开两个辫子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上两个长针 就可以了 第一组呢 比较特殊 它是由三个辫子针 和一个长针组成的 之后的每一组呢 都是由两个长针构成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组 先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再勾一个长针 第二组就完成了 再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勾第三组 那么第一圈的组公式勾六组 每两组之间呢 都是隔开两个辫子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继续勾第四组 第五组 然后第六组 好 勾好这六组之后呢 我们随后再勾上两个辫子针 第六组和第一组之间呢 也需要隔开两针的 勾上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再做标记的第三针 辫子针阵眼里面穿针 连接一下 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直接待到后面线圈 这是一个引拔针 那么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二圈 我们还是先勾三个辫子针 这三针呢 也是当做一个长针来使用 在第三针上面做一下标记 然后呢 我们再勾三个辫子针 那么再勾的这三针呢 就是属于两个长针之间 隔开的三个辫子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第二个长针上面 勾上一个长针 大家看一下 这两针呢 是一组 对吧 我们就在第二个长针上面 对应勾上一个长针 绕住线 然后在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长针 这是一组花形 就勾好了 那么第二圈的 每两组花形之间呢 我们需要隔开 十个辫子针 那么接下来 我们勾上十个辫子针 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勾刚才的这个花形 非常简单 就在这两针上面 对应勾上两个长针 先勾上第一个长针 然后呢 隔开三个辫子针 在第二针上面 对应勾上第二个长针 第二组花形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按这个方法呢 我们勾好六组就可以了 那么每两组之间呢 隔开十个辫子针 接下来呢 简单有根对我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二圈呢 我们勾到最后了 勾好十个辫子针了 那么勾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做标记的 这个地方呢 连接一下 同样的勾上一个引拔针 穿针 勾住线拉过来 直线拉到后面线圈 这样连接好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第二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首先呢 我们先勾上四个辫子针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这个第一组花形的这个两个长针之间 隔开三个辫子针的这个地方穿针 我们连续勾上四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 我们来勾一下 长长针呢 需要用勾针绕线两次 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 第二次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三个辫子针下面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然后呢 先把前面两个线圈并针 然后再把这两个线圈也并针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 我们需要勾出四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勾第二针 绕线两次 穿针 勾住线拉过来 并针 然后再并针 这样就可以了 第二针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勾 第三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 绕线两次 穿针 拉线出来 第一次并针 然后第二次并针 第三针完成了 第四针 大家看一下 勾好这四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之后呢 我们勾住线 把这五个线圈全部这样穿过来 然后呢 再勾一个变子针 勾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四个变子针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四个长长针并针的这个地方 穿针 给它勾上一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拉过来 两个线圈并针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勾三个变子针 然后呢 还从这个地方穿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 再勾上三个变子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会形成这样一个小滑形 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上四个变子针 和前面保持对称 勾上四针 然后呢 我们还在这个地方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在这个三个变子针的横杠上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连接一下 好了 我们第一组花形的前半个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这个花形 先勾四个变子针 然后呢 勾上四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 还在同一个地方穿针哈 第一针 然后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第四针 大家看一下 勾好这四针之后呢 我们拉线 把五个线圈并在一起 然后呢 再勾一个变子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勾上面花形的部分 先勾四个变子针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穿针 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勾三个变子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 再勾三个变子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上面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应该勾上四个变子针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用勾了 我们直接在前面的 十个变子针的这个地方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连接一下 也就是说呢 这十个变子针的前五针呢 就代替了这个四个变子针的这个作用了 就凑在了一起 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点 这五个变子针呢 就和这个花形呢 并在了一起 勾一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组花形正式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勾第二组 那么在勾第二组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五个变子针呢 我们就不用再勾那四个变子针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三个变子针上面呢 直接勾四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第四针 然后呢 我们把这所有线圈并在一起 勾一个变子针 我们再勾四个变子针 回勾一下 勾上一个短针 再勾三个变子针 勾上一个短针 再勾三个变子针 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我们再勾四个变子针 在这个地方连接一下 勾上一个短针 第二组花形的一半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的是这个效果 这两个半个的花形呢 是并在一起的 大家看一下 之后呢 就按照前面这个勾法呢 把这一整圈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都是一样的勾法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三圈一直勾到了最后 最后一组花形勾好之后呢 我们同样的 在这十个变子针这个地方穿针 勾一个短针 连接一下 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在最开始勾的这个地方穿针 从这个地方 就是并针的这个地方穿针 再连接一下 勾上一个引把针 这样带过来 连接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线勾住拉过来 留一个小线尾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花片就完成了 是这样一个花形 非常的好看 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线尾呢 给它在反面的部分呢 给它藏一下 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花片就够好了 整理一下 好了今天我们这个教程到这就要结束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元姐 我们下期教程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